英拉于1967年6月21日出生于泰国青麦府,第四代泰国华裔, 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封顺县塔下村,梅州客家人后裔, 是泰国前总理她姓西纳瓦最小的妹妹,比她姓小18岁, 2011年8月,英拉经国会推选,正式成为泰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。 2014年5月,她因大米毒池案下台,结束不到三年的总理生涯。 2017年9月,泰国最高法院就大米毒池案,判处英拉五年有息徒刑。 但是,在判决之前,英拉已离开泰国本土。 2018年12月,流亡海外的泰国前总理英拉, 成为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。 2018年12月12日,汕头集装箱码头法定代表人, 由林达奇变更为英格拉克西纳瓦, 英格拉克西纳瓦正是泰国前总理英拉西纳瓦的英文名。 汕头国际集装箱码头,是合计黄浦三角洲港口, 及汕头港务集团的合资公司。 也是汕头经济特区内的第一个集装箱专用码头。 由1994年6月9号营运,注册资金8800万美元, 码头位于广东省汕头海岸, 是合计黄浦三角洲港口旗下四个沿海港口, 和三个南河港口的其中一个沿海港口, 是全球最大的港口投资,发展级经营商。 业务遍及26个国家,分布于亚洲、中东、非洲、欧洲、美洲, 及澳大拉西亚。 合计黄浦港口,目前在52个港口, 拥有码头经营选, 并设有多家与运输服务相关的公司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